日内瓦车展自开幕以来,成为各大品牌,各主流产品竞相争艳的舞台,而在这其中,有一朵十分艳丽的小花,这就是丰田的Alice,那就一起来看看吧。 这次全新丰田Alice是基于丰田TNGA架构打造,主设计还是两箱先被设计。 前脸蜂窝撞中网更具攻击性,大灯采用了修长的设计,并采用矮的照射光源。 而新车侧面造型更加流畅自然,设计师巧妙地通过纯黑色ABC,低柱营造出悬浮车顶的效果,其整体观感更加动感。 安登普,尾部层次分明,C字形尾灯极其犀利,双边单处排气管看起来极其大气,大尺寸轮毂,也显得十分动感。 蓝色logo及车尾的highboard,字样彰显其混动身份。 内饰方面,该车采用了全新的中控台布局,中控屏幕改为悬浮式设计。 整个中控部分偏向驾驶者,另外,新车还换装了全新样式的方向盘,以表和换挡杆。 动力方面,这款车提供了两升自然吸气发动机,和两升混合动力两种动力总成,值得一提的事。 这两款发动机的热效率高达40%和41%这个数值比国产中,目前最高的奇瑞1.6T还要留不少。 其中,两升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71马力,峰值扭矩205牛。 米、安登斯普,随丰田Always的传动系统上。 匹配的是6档手动和CVT变速箱两种选择,有着更高的传动效率。 因此对燃油经济性也有一定贡献。 整个动力系统将更加亮眼,所以说明丰田的产品布局还是相当有讲究的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